各位網友,很高興又跟大家見面,首先講講這幾天市民茶餘飯後,一個談話的熱點就是著名的珍寶海鮮坊在南海西沙群島海域沉沒這件事 其實,因為在6月19日下午珍寶海鮮坊沉沒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來7月1日只有10天比較鬆 因為香港自1997年7月1日回歸,到今年的7月1日,就剛剛是25週年 25週年,又是基本法所規定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中間點 正當現在很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前景,有一個失落感的時候 香港裏面是很多關乎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本來是五十年不變的,現在已經是大變 所以說,困擾著很多人對一國兩制前景的看法的時候,珍寶海鮮坊在南海沉沒這件事,的確令到很多人心頭一沉,覺得並非一個好笑頭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珍寶海鮮坊在香港經營都有四十幾年了,接待過包括英女王、劏哥老師、巩賴 很多名人影星,而很多出的電影,周星馳的食神那些電影都是在那裡取景的 所以就是說,他前後在這四十幾年當中珍寶海鮮坊 就接待過三千萬人次以上,三千萬人就等於現在七百五十萬香港人的四倍 這個這麼多,所以呢,在那裡,很多海外來香港的遊客,內地來香港的遊客 包括香港自己的市民,久不久都要去那裡光顧一下,光顧一下 因為珍寶海鮮坊的建築特點,類似中國的皇宮式,宮殿式的結構 我們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夷和園也有一個畫方 但是呢,跟香港這個珍寶海鮮坊相比呢,就是一個小毛見大毛 香港這個宮殿式的結構呢,充滿了中國民族文化的建築特點 而且,宮殿式的皇宮殿式的皇宮殿式,這些是名為榮華富貴的象徵 所以很多人不單止去吃海鮮,享受烹飪的風味 而且更重要的是,作為中國的民族文化的體會 香港歷來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會碟 在過去百多年的歷史當中,是中國大陸和外部世界溝通的一個橋樑,通道,扭帶 但是,在香港既有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的建築群 但是呢,也都有,例如珍寶海鮮坊,這些傳統的文化的建築 古代的和現代的,傳統的和前衛的去遊合,構成了香港的文化特點 尤其是香港,因為長期以來,香港人的信條是 香港人最重要是賺錢 最重要是賺錢的時候,政治冷感 以及對文化來說,有一種隔膜 所以歷來,香港人被人救命的地方 曾經被稱之為文化沙漠 人家說我們是文化沙漠,把這張帽子放下來,我們當然要脫掉這張帽子 要脫掉這張帽子,就離不開一個保育政策 就說在發展和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既不可以用保育來壓發展 同樣也不可以自己強調發展而取消保育 所以要在兩者之間取得最大公約數 這只是政府保育文化裏面的政策制定的出發點 結果,你現在在6月14日把珍寶海先方拖出香港人的海域 去到6月18日反側,6月19日沉入一千多公尺的南海海底 這個作為一個香港人集體回憶的一個象徵性的建築 就這樣所謂的荒沉大海,珍寶海先方沉入大海 我們就會質疑了,究竟你香港特區政府的文化保育政策到底是怎樣的呢? 你明知道在香港,像這樣珍寶海先方的旅遊景點 或者建築特色的一個標記 是不可多得的 明明知道,如果會被拖走了 要拖離香港的海域 為什麼你不去跟香港人飲食集團去積極接派? 用一個雙方都同意的合理價錢,把它保育下來 拍攝在香港仔的海域 你可以做海上博物館也可以 或者將它搞成文化景點也可以 總而言之,有珍寶海先方在樹 證明我們香港不單是追求一種現代化的建設 而且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那些東西 亦亦亦予以重視 因為我們中國豪稱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 那些古埃及、古希臘、古巴比倫 已經在歷史上已經有一個斷層 現在的印度,諸如此類都不是古印度 唯有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 它文化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你特區政府一方面在西九龍 搞一個故宮博物館 大家都知道 你根本上跟北京正宗的故宮博物館 不能比 跟台灣的故宮博物館 亦都不能比 是很流的 那你說 都要搞一個所謂的故宮博物館 在西九龍 無非表示你對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視和承傳 那為什麼放在這裏 成為香港集體回憶的 作為香港旅遊景點之一的 作為具有民族文化 那種宮殿建築的特色的 珍珠海仙房 你又不積極去保育呢? 不在一個緊要關頭裏面 作出一個最政治敏感度的反應 特事特辦 非常時期、非常措施 將它留在香港仔的海域 作為我們這個城市 香港 在現代法的道路當中是不忘傳統 並沒有跟傳統割裂 所以這件事 透過現象看本質 我們就覺得 特區政府本身是對珍珠海仙芳的 保育原本是責無旁態的 但是結果 特區政府不作為 搞到裡面 這個 令到珍珠海仙芳裡面 沉沒了在亡亡的大海 那這件事呢 就令到我們香港人 可以說是 傷口裡面灑鹽 因為 基本法所規定的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治治 五十年不變 我們在回歸 之初 即是說 現在說二十五年前的時候 是抱很大的期望的 但是 到現在 今時今日 二零二年 七一快到了 我們發覺 所謂原有的 這三個字 現在已經根本上就是 走光了 變形 因為 大家知道 基本法 這個是 1990年4月4日頒布的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的 然後呢 在1997年的 7月1日 香港回歸那一刻裡面 是生效的 那基本法第五條 講得這麼清楚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不實行 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 如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結果 到現在 不要說這二十五年 我只是說這五年而已 林鄭月娥執政這五年 香港原有的 變成怎樣 原有的 我們五年前 原有的 還有六四燭光晚會 這些民間的活動 這些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活動 五年前 我們香港原有的 還有 蘋果日報 有《立場新聞》 有《眾新聞》 這些媒體 五年前 我們香港原有的 還有支聯會 教協 民陣 職工盟等等 這些公民組織 好了 五年前 我們香港原有的 還有很多意見領袖 百花齊放 那時候 五年前 我經常去的商業電台 光明頂就好了 陶傑、八位聰 這些名嘴 以及 這些名監製 現在 都已經 走了去英國 走了去台灣 還有很多 蕭若元 沈旭暉 等等 很多的KOL 要麼去了台灣 要麼去了英國 又去了美國 所以 即是說 現在 面目全非 所以 到底 一國兩制 怎麼去走呢 習近平主席曾經 強調 而且一再強調 堅持一國原則 尊重兩制差異 二者不可偏廢 到現在來講 這個 臨近 回歸二十五周年 我們的余有的 就是 失去了它的原則原味 變遷很大 甚至乎 在立法會 本身來講 香港 那個 社會 是多元社會 既有 高聯會 民建聯 這些 建制派 又有 民主黨 高民黨 那些 發民主派 但是 無論現在一千五百人的選舉委員會 也好 九十席的立法會也好 已經全部是清一色的 這個建制派 但是 鄧小平 在一九八三年六月 這個 會見 香港工商界訪京團 和香港的知名人士訪京團的時候 曾經講得很清楚 香港回歸以後 我們 仍然是要實行 那個 愛國者為主體治港 什麼是愛國者呢 尊重自己的民族 支持 祖國 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 不損害香港的穩定繁明 只要做到這些 不管它是信奉資本主義 相信封建主義 甚至相信奴隸主義 都是愛國者 我們不要求他們 擁護我們的共產黨 擁護我們的社會主義 只要求他們 愛祖國 愛香港 這是鄧小平所描繪的 愛國者為主體治港的標準 政治光譜是很闊的 但是對照現在的 愛國者治港 一阻二擇 可見裡面來說 我們原有的 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基本法規定是50年不變的 現在25年大變突變 那就好了 剛剛在這個時間 還有十幾天 十日八日 香港回歸25週年了 所謂50年不變的 剛剛是到了中間點 這個時候來說 很多人對於原有的 這樣動搖 變形走樣 感覺到很傷感 很失落的時候 變成我們集體的回憶 一個象徵性的 這樣的旅遊景點 珍寶海先芳 沉沒了在 茫茫的南海 千多公尺的海底 這一點的確是一個不好的豎兆 就說我們香港向何處去 所以 這個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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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沉淪落那個沉淪 會不會珍寶海先芳 這個沉淪事件 就令到我們香港人 對於一國兩制的前景 那個沉淪 感到不是滋味 正如著名企業家李嘉誠 三年前 報章上 全版的廣告提到 黃台之瓜 何堪再集 所以就說 珍寶海先芳的沉沒 被我們香港人 帶來了一種 心頭上的 腕卻心頭肉 這種不良的感覺 這個特區政府保育不力 是不容卸責的 所以 他們缺乏政治敏感度 沒有做好文化的保育 對於這些文化的保育 對於珍寶海先芳 裡面的去留 他們是狠不認真 狠不理解 狠不得力 這些是應該要 予以批評和追究的 多謝各位